来看看这回国民党反莱猪 还有公投绑大选 在这个两个公投案件呢 在今天上午已经送件了 这合起来算一算 超过了105份的连数书 从国民党中央来出发 国民党主席张启成也表示说 这些不只是连数书 更是代表正在沸腾的民意跟民怨 当然还有另外的包括了护藻礁 等等的公投也如火如荼 正在进行当中 国民党立委费洪太更呛响 就是要透过直接的民意来告诉蔡黄 全民巨吃莱猪带您关心 反莱猪榜公投大选 连数加总突破百万份 连数书送敌中选会 宣告人民对直政党的百万民怨 正式启动 过去蔡英文拿着毒牛的标语 走大街当了总统 马上翻脸 再把民进党的审主牌再拆一个 就踩在蔡英文的脚底下 不要以为一招权力在手 你可以欺负食安 可以欺负公投 台湾价值在你民进党过去追求过程当中 已经被这个蔡英文破坏殆尽 从莱猪到枣交争议 以民怨共办效应席卷全台 对民进党的双标更要推翻 蔡英文用他独裁反民主的方式 自行宣布莱猪进口 从头到尾就是个骗 透过直接民意告诉蔡皇帝 我们拒绝是还有来个多巴胺的 这样子的猪 双标的民进党再一次双标 以前在野说莱猪不能进口 现在执政不用法律 用行政命令直接莱猪进口 别看公投遍地开花 民进党布置双标加网军 摸不了头还想毁掉你 用影片抹黑藻礁公投 但铺天盖地民怨可不会因此喊停 民怨正在沸腾 我们今天送来的是民众 真心的心里面的想法 我们也送来了所谓的民怨 请中选会中立公正 面对民怨或烧执政 当难以撑撑追击 平八月公投 同意跳跨五百万大关 要让参选府听见 人民不爽排桌的声音 借林西线李一璇台北报道 好 咔嚓咔嚓这位谢宝宝 网友报应 他说根本是在租营窟 好 另外还要来看看的是 吴重山网友说骗神明的莱猪党 还有网友Jovy Ho 他说吃到肥滋滋 拿到喜滋滋 睡到美滋滋 要跟国民党还和解 真的是见鬼了吗 痛批民进党 另外还要来看的是 山姬网友说 如果政府再不想办法来解决 台湾人民就要吃土了 看起来很多网友也都对 我们的未来相当担心 不过其实这回 蔡政府直接假装听不见 看不到民意 真的要全民用费来发电吗 经济部长王美花说 这个月三号说如果三阶延档 就要增加500万吨燃煤 而燃煤是唯一的备案 难道没有其他备案吗 有没有可能重启核四呢 行政院长怎么说 带您看 三阶加这个燃煤发电 就是三阶站延后的 确定的这个备案吗 如果这个计划不能够顺利的话 那当然 电力还是需要的 所以燃煤就变成 没有被气体天然去 取代 所以当然就会 好 就是燃煤就是确定的备案 那我想请问一下 那这个有没有可能 他的另外一个备案 是重启核四呢 核四 不但 这个工程 早在 当时嘛 政府的时代已经 封存了 新北 核一场 核二场 连那核汇料 都没有办法处理 重启核四是不是备案之一 千万不要 很多人在网路 脸书上都在说 我们的环团啊 不支持三阶站 就是暗制的去挺这个核四 所以我希望说 院长你在这边 也要还他们一个公道 政府的态度始终是 对于环境保护注重 是很可贵的 台湾 大家一起来努力 不过 要求稳定供电 民生需求 产业需求 科学人籍需求 这也是不得已的 因此 这不是经济跟环保对抗 是环保跟环保的抉择 整个桃园地区的这个藻礁区域 其实总长有27公里 对不对 那最南边 所谓的 我们针对3G在这个区域 那这个区域 因为现在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区域 就是没有 避开了G1 G2 有这个藻礁的区域 所以这个G1 G2 现在中游就是在保护它 没有什么遗地的那个问题 快递 有没有藻礁 这一块地没有 接受这一块地 因为原来在18年前 就已经被填地了 因为这个问题 已经很多年了 但是我们现在政府 都没有办法 去跟环团去沟通 只有现在 我们要诉诸 民意的公投的时候 才政府 马上只是说 要去沟通 但是你们的沟通 却是在脸书不断的抹黑 现在公投都还没有过 你们就这样抹黑 我们没有抹黑 所以我们希望说 我们把事实让大家 是不是沟通的态度 你们应该拿出诚意来 诚实面对民意好不好